众所周知,内地电影市场逐年大热,现在,大家也越来越习惯到电影院观看电影,所以现在电影普遍票房都是非常不错的,破译也有点稀松平常了,可这些电影成功了吗?挣到钱了吗?来看看这些耗费剧资,却收获惨淡的电影吧! 太平伦,全球票房,两页肉以上投资,4亿人民币亏损,3亿4千万以上,汇集黄小明,金城武,宋慧桥,张子怡,佟大文,常泽然美,杨又宁等明星大王的太平伦,是不是投资4亿人民币? 只有投资方自己知道,但是太平罗可谓命运坎坷,不仅赶上吴宇森导演重病,小马奔腾李明老板还在中途去世,乐视影业尽管保底发行,群销不利,为了票房压力,被迫分成了烧下两期,还赚了尾3D格式,但是全球票房才超过2亿6,不然是配本的,该片体现了吴宇森打造式试骗的意图, 旨在呈现论是洪流中众生浮沉的命运,呈现战争,和平与爱情之间的关系,可惜,这部格局扛博的片子,被拍的节奏缓慢,不够刺激,导致惨败,太平伦下手硬上,记者问到吴宇森导演,明年只有6%台片如何感想,曾经暴力美学大师导演哽咽了,同大为急着也快哭了, 解释到不是13%吗?你看错了,那总裁于东巴朋友圈支持太平伦,大骂乐视影界发行小时代内古今都哪里去, 还透露曾请徐克导演出手相助,建议改名,大家大北1949,去维尼斯营的营销, 看到微博上大家都在呼吁请给太平伦增加排片,我觉得这样有诚意的大片,尽管缺点不少,肯定不是那么懒,市场需要多元化作品,又是,要是应该佩服制作方的勇气的。 黑金,全球票房,1000万家投资,6000万港币亏损,5700万以上,黑金首次揭露台湾政治丑闻,将金钱,色情,权力,黑幕交易,避现荧幕。 该片当时之所以引起轰动,一是题材具有爆炸性,片中的黑帮仇杀,政府贪污,第一是暴动军事台湾实史,二是制作上下了大功夫,片中场面极大,像狼狗追逐, 第一是闹事,直升飞机追击登场面,自觉冲击率极为强烈,三是演职员阵容强大,香港著名演员刘德华,梁家辉分事方国辉与周朝鲜两位主角, 表现十分的位,这部影片的监制人,总策划,总联剧被香港著名电影大亨麦当雄,黑金是他叙致记久之作,他曾经宣称,要以此片向台湾的黑金政治开展,也已在与同期好莱坞举制泰坦尼克号一争高下,该片投资6000万港币,香港本土票房仅达到900万多,远不如泰坦尼克号,在香港一天的票房, 也没揭露台湾政治黑幕,宝岛那边票房也不买张,色情暴力片内地是直接进了的,全球根本发行不出去,导致了票房惨败的恶果。 曾凭借博豪,上海皇帝,省老骑兵系列笑傲香港影坛的电影大亨麦当雄,遭遇黑金的票房惨败,外加金向奖气向提名颗粒无收,心灰意冷地退出了影坛,去内地经营农产品和房地产生意,投名状,票房,2.2亿加投资,约2亿人民币亏损,约1.2亿以上, 陈可欣导演当年不服气歌舞大片《如果爱票房被绝世烂片无几秒杀》票房输了1.4,即,便跟风拍摄了古装史诗大片,还看中了英雄在美国票房大胜,就找该界的男一号李连杰,还拉来了刘德华,金城武,薛静磊, 郭小冬到大万红星,结果踏造华铁路,其实内地票房首周尚可,第二周遭遇了政府包吵集结浩蒙工,彻底败下阵来,最终那地票房几过2亿,香港票房才2000多万,远远不如预期,本来只要北美票房能多少千万多少亿,却捞了一个天文数字,12万,从此,李连杰主演的花语动作片, 在美国彻底卖不动了,同时华语大片在北美市场的短暂辉煌彻底身高完蛋,陈可欣事后,抨击说美国人就爱看飞来飞去的华人古装片,或者中国乡村穷苦人电影,不喜欢清朝太平军时代的战争大片,但飞来飞去的武侠片,有时并不是美国人最爱, 例如杨子穷健与北美干脆就没身影,而投名状是一部展现农民起义军自相残杀的经典片, 却败在脏、乱、插、写诗风格事项,还有腥风血雨的氛围,老百姓根本不买账, 大明捷,票房,452万家头的资,约1800万人民币亏损,约1600万以上, 编具谢小冬和导演他《大王景》从200万不到的小制作一年到头的007年起步, 如今大明捷拿到1800多万投资,真是步步艰辛啊, 大明捷是一部,历史题材巨制,要有战争,要有大场面,照样资金捉襟兼走, 该片请的冯远征,戴力远等实力派加盟, 就是孙传田的一把调具,建的制作费是5000多, 还要请德国国民爱乐乐团作曲,小野丽莎演唱主题曲, 后期CG也是韩国团队,因为资金限制,别的王景来想办法省钱, 没有任何浪费的镜头,但是大明捷还是上映后,票房仅有452万, 宣传期间,谢小冬将这部实际投资1800万的大明捷的成本输成了3000万, 已经最大可能吸引眼球、营销方的人, 不仅宣传物量的制作和设计商则更加突出的战争元素, 还专门组织了爱好历史的民粉机械观影, 甚至还与此片关系不大的汉服贴吧,得会员参加影片受影视, 尽可能针对历史爱好者和战争片群体宣传此片, 可惜就百无一用, 谢小冬编剧家王靖导演从《我是植物人》到《暗箭穿鲜》, 大明捷,一直被誉为内地电影的业内良心, 可惜2013年合作大明捷遭遇惨败后, 导致双方几年内都没有作品问世, 在小时代枝子花开, 一天能烙回一个亿的粉丝电影时代里, 王靖导演《我是植物人》, 无情杀, 万剑穿鲜, 大明捷居然很难收成本, 叫人深感痛心, 新宿事件, 全球票房, 5000万投资, 一亿家有传闻, 1.5千万美金亏损, 目测8000万家, 号称花费英皇电影投资2亿制作的争议性电影新宿事件, 放眼花鱼团恐怕出了成龙大哥, 真没人敢这么拍, 成龙大哥随着年岁的增高, 一直想弃武宗文, 尝试当演技拍, 这才有了新宿事件的诞生, 而东升导演曾经尝试删减更改暴力血腥镜头, 但发现破坏了故事的结构, 影响了影片质量, 只好无奈对外宣布, 彻底放弃内地市场, 这种花然到日本偷渡的黑帮暴力题材, 成龙不耍功夫, 谁看啊, 范冰冰和徐静磊两大以后成了花瓶, 帅哥吴彦祖哪怕自毁形象挑战反派, 你就没能阻止票房惨败, 成龙身为国际巨星, 从70年代到2015年, 都在冲击票房奇迹, 却是香港金线像影帝的电位专业库, 他或许想用新宿事件博弈白影帝, 结果却是毫无提名, 新宿事件全球票房产外绝对不是质量问题, 他的价值远远高于成龙折腾爆米花喜剧十二生效, 却票房相比起来输了十几亿人民币, 由于政治,题材,拍摄手法, 助创思想更多帮命因素, 造成了新宿事件, 不能在市场上视如破竹允许票房, 这是一个黑帮理想主义者的血泪传奇, 偏偏人物与影片一样, 过于理想主义, 死得很惨, 卧射路人甲, 全球票房, 六千二百八十八万家投资, 三千五百万家亏损, 目测一千万, 尔东生导演自从金宿事件惨败以后, 他拍摄了《强王之王》和《大魔术师》, 都是奔着票房去的, 但是两片品质, 叫他很不开心, 于是, 他与徐克联手拍摄《三少爷的剑》, 却意外发现了横跳群起, 触发了他久违的创作冲动, 但是想要拍一部完全没有明星的电影, 找投资也是一件很难的事, 尔东生生治这个行业的规则, 于是决定自己投资, 好友成龙的之后立刻劝他,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钱投啊, 为此十分严肃的劝了他一下午, 还是没能让尔东生改变主意, 索性或是路人甲, 后来得到了柏南劳总于东的帮忙, 但是这样一部小人物情怀的佳作, 有笑点、累点、艰辛、励志, 还有舒淇、梁朝伟、林青霞等大腕, 红青主动且以频力推, 偏偏全球票房依旧是难逃惨败, 投资超过街听风云一, 持平至青春, 口碑绝佳, 就是很难不亏损, 太过理想主义作品, 都容易赔本, 狼牙, 票房, 内地421万加香港, 231万投资, 约300万美金亏损, 约1800万以上, 功夫小子吴京一直野心勃勃相当功夫巨星, 偏偏没有任何机会, 他明白了全指望当演员,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 于是他自导自演了动作大片狼牙, 还拉来了300多万美金的投资, 这是一部讲述杀手的功夫精品, 剧情丰富, 动作伶俐, 情感真挚, 流露出人性反思, 阿布和泰国逃犯的打戏, 吴京击百人高马大的对手就相当刺激, 其动作设计引入不少太拳元素, 招, 吸, 角的多点进攻相当过瘾, 偏尾吴京大战百人一场虽然失去夸张, 但他的多次腾空连体令人难忘, 而最后阿布被打得要死这一设计, 也令这场戏不惧过于沉闷, 但是, 狼牙的影响不如预期, 吴京, 方立身, 陆近山, 郑中基的阵容没人气, 面对梅兰芳, 夜温, 《非诚勿扰》等大片中一样, 狼牙基本没有排片和上作绿, 但下阵来, 由于吴京接受参访时, 生畜不知道夜温是谁, 还导致了永春门吓得不满意, 险些面造祸端, 当然, 狼牙不是白拍的, 他让吴京积累了检验教训与人气, 这不继续倒腾出战狼就赚了大钱, 杀破狼二在火了以后, 吴京功夫巨星的梦想实现了, 1942, 票房, 内地3.6亿加投资, 约两亿人年币亏损, 约五千万以上, 冯小刚从贺岁喜剧转型拍苦那大片, 一直备受隐秘争议, 但几几号堂山大地震都建制主旋律题材, 拥有政府包场作为外观后盾, 因此俏房纷纷打破了记录, 前者还靠政府包场和排挤, 轻松秒杀了投名状, 让后者配本转腰号, 赢得相当不光彩, 不要脸, 不人道, 但俗话说, 出来混是早要还的, 当冯小刚导演没有政府包场, 同华一兄弟等公司花雪本, 拍摄的1942投资高达2亿人民币, 不仅搭建了民国城市搞经济轰炸, 还聘请了布罗迪和提姆·罗宾斯两大好莱坞影帝, 注定走向了不归路, 虽然1942展获得了北京电影节大奖和罗马电影节奖项, 其口碑也算良好, 张国立还因此获得了经济影帝贵官, 华一兄弟甚至花了天价霸占了IMX听, 轰走了里安导演的少年派, 可惜该片想尽一切合法和非法垄断手段, 让自己首席排片高达了46%, 依旧是观众不愿买账, 大过年的谁愿意看穷人苦难与死伤, 情愿看孩子和老虎漂流的少年派, 最终1942票房折体沉沙, 遭遇了英史难得一御华泄炉, 并导致华一兄弟公司股票大跌, 冯小刚多次靠政府拨场却垄断经营, 甚至用大地震抬高过票价, 这次可算被打回了原形, 实属最有赢得, 不要以为这样的骗惨败是好事, 他逼迫冯小刚继续折腾闹去广告垃圾片 私人定制去骗7亿票房, 鸦片战争, 全球票房, 7900万家投资, 约1亿人民币亏损, 把千万以上约陷在3.2亿人民币, 作为第三代导演中的领军人物, 现今在50余年的导演生涯, 中指导了20余部影片, 其中的一半在中国电影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但谁也没想到是他晚年拍摄的鸦片战争, 竟然遭遇到了枪防滑铁炉, 这不会提报国安、林连昆、苏宁、狼熊等大班的古装战争巨制, 真实的反映了150多年前, 中英之间, 发生了一场战争的始末, 殴割了中国民族不屈外国列强欺验, 奔永抗争的一英雄性改, 但是, 90年代投资1亿人民币, 那时内地总票房才不到几亿, 鸦片战争拥有这样一个恐怖的天文数字投资, 也注定了他的悲劇, 最终, 鸦片战争尽管以7200万票房获得年度亚军, 第一名诸罗纪公园才72110万票房, 力压成龙主演一个好人6500万票房, 也就是血本无归, 惨遭亏本, 该片香港获得了700多万票房, 全球其余地区军事惨败, 亏损得8000万人免币, 据说折合呈现在物价, 至少3.2亿, 当然, 有兴趣的观众还能看到日后于政治女二号, 杨蓉的表演处女秀, 她却见证了新兴电影时代的终结, 阳光灿烂的日子, 全球票房, 5000万家投资, 约200多万美金亏损, 1000万以上, 江文导演处女作《阳光灿烂的日子》, 堪称是94年度全世界令人赞绝的的影片之一, 改编自王朔小说《动物凶猛》, 对文革时期青少年的生活状态和青春期的困惑, 有着极为真实的描绘, 使用了当时在中国较为新鲜的一些超现实手法, 反映了那个年代青少年的暴力和朦胧的爱情, 全篇大大小小角色都鲜活可信, 不仅斩获了金马甲最佳影片, 夏宇还成为威尼斯国际影帝, 就连冯小刚和王朔客串的魏老师和小流氓, 都让人过目难忘, 从历史角度而言, 这是一部品质成功的经典绿作, 偏偏从商业和洽房角度而言,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失败的, 尽管当时不足10块左右的票价, 洽房能上了5000万是天文数字, 但总投资高达200多万美金, 注定让江文导演走向了不归路, 有人问下雨, 宁静, 桃红当时全是新人, 片里没什么战争大场景, 怎么能花费那么高投资, 原因就是江南拍戏可可很变态, 例如阳光灿烂的日子, 使用了25万尺胶卷, 片比1.15分, 当时国产电影平均片比是1比3, 为了达到理想中的画面效果, 他把马晓轩的烟囱整个重新刷了一遍, 现在北京公王府的烟囱还是一半红一半灰, 当时, 制片主任根据剧组下的单子, 安排了500个群众演员, 可江文就能把人轰走, 付了钱但是不拍, 而太阳照常升起都能花7千万, 一不知遥都能花3亿, 两不绝是大烂片票房惨败, 其实都是江文不懂得控制投资与拍摄, 热的大祸, 鬼子来了, 全球票房, 2万美金加投资, 约3000多万人民币亏损, 3000万以上, 江文的第二部电影《鬼子来了》, 取材于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 拍成电影后改动较大, 江文注重描写军迷奋用抵抗侵略的主题歌制, 注重提炼《农民愚昧》, 和《战争皇伴》的一面, 比风直指国人弱点, 将更多优化意识注入影像化的故事中, 尽管在2000年, 法国《战争》演战为国际, 荣获了评审团大奖, 但由于该片被京电影局审批就参加康城, 还有片中描写《红军送鬼子》, 引发了故事破端, 讽刺了中国人民的愚昧和无知, 令电影局决心彻底封杀该片, 陈国敬影,看过的人都意识到, 他的黑白色彩,决定了其故事内容走向, 为了最后砍头的那抹鲜红的画面, 将整部电影拍成黑白片, 即使顾常卫提议姜文能不能拍黑白的, 当时的技术手段和人员设备, 都不是特别齐全, 黑白片对摄影师来说是一种挑战, 但是固执的姜文还是选择了黑白摄影, 为了制造结尾马大山被砍头的特殊效果, 专门从美国进口, 有几台能滚动拍摄的特殊摄影机, 为了效果真实, 从沙西域来了房顶, 影片最后使用了48万尺胶卷, 因此投资高达3000万人民币, 当时, 还在电影试水阶段的华异兄弟公司, 曾指望全球票房势如破竹, 却不料美国票房高达了空前数字, 2万美金, 这是目前能从网络资料, 唯一查到的真实票房数据, 尽管鬼子来了有音像制品, 年年都在赚点小钱, 但指望那些钱灰本, 至少30年, 那么有人要问为啥, 姜文导演的片总是投资够高, 导致票房惨败, 新颖连总经理高军曾解释道, 姜文的创作和其他人不一样, 他不太关注创作需要的代价是什么, 好像和他无关, 假使不是他要的那个东西, 浪费多少钱都没关系, 他只要他要的那个东西, 天地英雄, 全球票房, 4100万美金加投资, 约1亿人民币亏损, 8000万以上, 和平导演的天地英雄从阵容, 剧性, 场面, 制作来说, 都是不打折扣的华语大片, 而且绝对分量十足, 印度音乐教父之称的A, 2、Roman的音乐充满色彩, 其中国盛唐时期以及中东, 日本音乐风格, 内议题, 神秘新鲜大气, 造型和武打设计尤为突出, 武打动作是古龙式的, 以快速的影像和利落的镜头节奏, 构成视听冲击力来完成, 除了结尾处佛光的审栗摧毁了一切邪恶, 这有点像个玩笑烂尾, 引发了负面争议, 但是, 当时敢这么拍片的团队, 都是壮举啊, 偏偏残酷的事实证明, 任何壮举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汇集了蒋文, 赵薇, 钟景贵一, 王学盈的天地英雄市场反响远不如预期, 他没有英雄那样视如破竹, 斩获2亿多高额票房, 4100多万的内地票房, 另一亿多投资税本无归, 天地英雄上映时遭遇中国历史上罕见3F病毒, 百家烂尾, 口碑远不如预期, 票房与商作率全部如预期, 外国市场更是没能打开任何一个出口, 索尼旗下的哥伦比亚公司, 曾以为天地英雄是英雄, 却为此解散了中国分部, 而当时哥伦比亚公司, 负责监制的陈国富先生, 则顺理成章跳槽到了华裔兄弟公司, 成为内地票房最高的金牌监制, 直到太极以942相继惨败, 他才2013年离开了华裔, 危险关系, 全球票房, 5000万以上投资, 6000万人民币以上亏损, 4000万以上, 张子怡, 张东建, 张博之, 豆香等演员的片酬总值, 超过了国内一般中小成本影片的制作费用, 还不算韩国民导许晴豪和其手下韩国团队的费用, 以及严格令, 编剧的片酬, 再加上后期制作, 宣发等费用, 危险关系投资巨大看来也并不只是噱头, 当然吹噓自己, 有两亿投资, 纯属吹牛不相顺, 但至少6000万是有的, 太极同却牌, 二次曝光, 还行使者的牌几下, 这部片就是没人看, 从此, 张博之和许晴豪导演几年没有电影特拍, 张子怡, 张东建被称为票房毒药, 这样一部良心翻拍立作, 落得如此下场, 可悲啊, 宝莲灯, 全球票房, 2900万加投资, 1500万人民币加亏损, 900万以上, 1999年的1200万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大手笔, 唯一可以比你是1965年计划经济时代, 国家投资一百多万拍摄的大闹天空, 为了宝莲灯, 向美算是把积攒万个世纪的关系都用了, 例如大牌歌星较CV, 号十四年制作周期, 宝莲灯之所以会在商业上失败, 因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实习了迪士尼模式, 偏偏迪士尼拥有全球的放映市场, 和强大的控制产业链的能力, 即使在中国花木兰票房只有1000万, 还有其他国家可以补贴, 而宝莲灯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电影市场的票房, 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容量, 按照投资1200万投资, 还都有无数关系, 2.5倍收回成本来看, 3000万才能收回成本, 2900万票房只能算是年年强强, 算动用关系这种无形资产, 宝莲灯票房至少要上5000万才能算赚, 2.勇士,全球漂房, 940万加投资, 1500万人民币加亏损, 1200万以上, 1999年, 宝莲灯在商业市场失利后, 上海美术电影剧片场并没有放弃 内地大片的广阔领域, 却没有吸取营销上面的教训, 这理念, 2007年耗资1500万元, 历史四年打造的动画剧之勇士 算是他们口碑最好作品,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 上海美术团队和内蒙古台湾投资公司, 甚至聘请了被誉为世界动漫工厂, 朝鲜动漫团队负责制作, 但是这部讲述蒙古族少年巴克尔 游侠爱神仇道感悟人生, 最终成长被草原英雄的传奇题材, 画风霸气唯美, 动作紧凑恢红, 强烈的爱恨冲突, 还请来孙拿和耐音和唱主题曲, 偏偏难以在市场上立足, 940万的惨大票房, 见证了曾经是亚洲最强的动画团队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失败, 他们那时起被时代尴尬的淘汰了, 莫功, 票房, 8300万家投资, 约1亿人民币亏损, 约7000万以上, 香港导演张之谅, 曾花了十年时间为莫功寻找投资, 最终这部由衷, 于韩联合制作, 投资高达1600万美元的电影莫功, 汇集了刘德华, 麦冰冰, 吴奇隆, 安盛基, 王志文, 崔史源等中港台韩都国红星的古装战争巨制终于诞生了, 这是一部诚意之作, 可惜整体略显单薄, 很多突兀的剧情, 缺少铺垫, 资不烂筛的人物造型, 惨兮兮, 压抑被撞的战场惨烈氛围, 让其根本不可能有上座率, 最终, 那地票房6700万, 香港票房1500万, 远远不如预期, 从此, 张之亮导演走火入魔, 渐入平庸, 除了一部普通文艺片车票, 亮部大制作影片间上叠, 白发魔女传之明月天国, 都烂到了不堪入目, 我是可蒙可爱和范剑的电影师叔, 立足于做中国最好的娱乐分享师, 如果你正被苦逼的生活所折磨, 就快来关注电影师叔吧, 保准让你的生活从此与众不同, 立即关注精彩内容,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